如果大家有听新闻的话,都会知道 世卫将会公布代糖,即是Aspatum 这种东西会被宣布为一种可能引起癌症的物质 究竟代表什么呢?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问题 代糖Aspatum这种东西都经常使用 例如吃无糖的巧克力、无糖的饮品、可乐等 很多时候都有这种物质 比一般的借糖甜200倍 它的成份完全没有糖 大家知道我们一般用的砂糖 其实就是葡萄糖加上的果糖 原理为何我们吃了糖会觉得甜 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国的仇体 美国就靠一些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有某种结构 黏在仇体那里 那个仇体的仇体 就像进了筍位 一吸进去 就是说收到讯息 知道了 就会让我们的脑子觉得有种甜味 一直以来都是糖才会有这种作用 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只要我们制造了一个分子出来 就能够粘在这个仇体那里 就可以制造甜的感觉 没有了糖 会自肥那些问题 Aspatum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研究一些抗肺药药药 的时候就意外发现的 那个研究员 他就制造了一些物质 由两种氨基酸组成的 不是糖 氨基酸就是各种蛋白质的骨干 就是说蛋白质好像砌LEGO那样 就是很多LEGO砌出来的结构 每一粒的LEGO就是那些氨基酸 他就两粒氨基酸就粘在一起制成的 研究员就违反了实验室的手术 居然就去舔这些物质 他就发觉原来这么甜 最终这种物质在1965年正式注册 推出市面 这种物质在1965年 这种物质经常被吊打 由八几年开始 其实每三五年 他就被人质疑他会引起这种病 那种病不安全 那就攻击一大轮 但是呢 到今天为止 攻击来攻击去 都证明不到他真的有什么问题 这次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世卫部门 其实呢 他经常会 update 他的List 可能会引起癌症的物质 这个List 主要是告诉我们 有多少证据 证明List上面的物质 会引起癌症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表 这个表就是那些物质的分类 分类就是分第一类 最高风险 第一类呢 就真的有definite 就是明显 是有那个能力 是会引起癌症的 那这些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 吃烟啊 喝酒啊 这些 其实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 第一组呢 明显 那些物质 是有能力 引起癌症的 那组越低的话 引起癌症的证据 就越弱 它有group 2 group 2 就是第二组 分2a 2b 2a的证据 就强一点 应该说 没那么弱 因为其实呢 到第二组 group 2 就已经很弱 第三组 等而下之 第四 就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能力 引起癌症 理据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第一组的话 明显有能力引起癌症的物质呢 就是说 它是有证据 就在人类那里 的确会引起癌症的 那这个没好说 那这样 这个一定是 就是要小心一点的 那我也觉得 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第一组的物质 那第二组是怎样的呢 第二组呢 如果你细心 看一看 刚才那个表 那其实第二组呢 所有的物质 在人类里面 是有limited 或者inadequate 就是说 只是有有限 或者非常不足够的证据 在人那里引起癌症 据话说 没有什么证据 这些物质 可以在人类里引起癌症的 那在动物里面 可能就有一部分 就有一部分 就有一些证据 显示 就会引起癌症 比如说 在第二组这样计 那它呢 就是说 它这些物质 它有一些类同的物质 或者同类的物质 是曾经被证明 是会引起癌症的风险 就是说 第二组开始 就是人类是没有证据的 没有什么 就是非常之不够 就是没有说服力的 但是动物就有一些证据 而且就是说 它机制上 理论上 这个分子 应该都是有机会 引起癌症的 因为它类同的物质 就曾经引起癌症 但是就不是代表 它直接有证据 就是说 都是估计的 那第三第四那些 就更加差了 就是说 没有什么证据 这次世卫想公布 Aspartum 这种代堂 它就归类于2B 这样说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难明白 如果说 在2B里面 还有什么其他物质呢 在2B里面 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 奴会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过 奴会叶的那些汁 曾经有人说过 会致癌症 也都包括 吃一些叶的瓜 叶的蔬菜 即是一些 pickle vegetable 同样在2B呢 也都包括了 说女性呢 就在下身那里 譬如用一些爽身粉 曾经有人说过 就有机会致癌 这样 那就是说 那些爽身粉 就经下身 走去卵巢 引起卵巢癌 大家留意 我不是在说这几样东西 就是这几样东西 其实呢 都是没有什么证据 证明是真的 大家明白吗 就是说他分1 2 3 4 组1 就是治癌的证据最强 4 就是最低 那其实呢 差不多 就除了1之外 2 3 4 其实那个证据 都不是很足够 所以大家呢 就不用说 那么恐慌 这个部门呢 公布这些报告呢 整天都被人骂 因为呢 就说他制造恐慌 尤其是今天 就是这些社交媒体 肯定会被不少人 大做文章 不懂就被他吓死 怎么计算都好 他就说呢 七月中呢 就说一个长进的报告出来 到时又看看怎么样 其实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你说了一件事 会治癌 但是很多事情 理论上都会治癌 但是究竟是 吃多少份量 要吃多少年呢 才会呢 大家最想知道这件事 但是很多时候呢 这个机构呢 都没有报告这件事 他只是告诉你 就是说 这件事 治癌的证据呢 有多强 那意思呢 但是实际上 风险多大呢 他又不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都很多时候 听过那些什么 一会儿就说 消费者报告 你吃这件事呢 就说 连续吃一百年呢 每天 吃两公斤呢 那就会有问题了 那其实哪会有人 这样吃法的 对不对 那整天一说都无谓 那多谢大家收看 记住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